大家好,下午的四点十分了啊 刚才说这个程磊啊,十岁就全家移民澳洲了 给他父母点个赞 但是后来他又回中国了 现在呢,并且去了央视啊 这些核心要害部门 结果现在还沦为间谍啊 疑似沦为间谍 锒铛入狱 这个身陷淋雨啊 这个非常的不明智 不聪明啊 当然他可能也有大红大火的时候 顺风顺水的时候啊 这个2002年啊 他在央视酒频道 这个CCTV9啊 主持财经回顾 叫Financial Review啊 中国财经BIZCHINA等节目啊 一年后又跳槽到美国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啊 这个CNBC 应该就是Consumer News Business And Channel 商业频道的消费者的新闻的 这叫消费者新闻吧 消费者与商业啊 消费者和商业频道应该是这么说啊 担任中国报道员 在CNBC 亚太总部新加坡 为环球第一财经节目提供国际股市评论 然后2004年8月从新加坡回到上海 主持中国财经简讯 程磊采访过数百名商业名人 商界名人和政要 我发现啊 你要是老跟这些大人物在一块 其实挺危险的 是吧 看看那个锐成刚 抱歉啊 是吧 看看锐成刚就是例子 这个如果你本身是小人物 你非往这上流社会里边混 是挺危险的 是吧 像什么汤灿啊 也跟军中很多大佬在一块睡 是吧 还说他涉嫌出卖情报 其中啊 他还包括啊 他采访了几百个 包括了比尔盖茨 以及美国数位啊 好几位的前后任的财政部的部长 还包括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人啊 随后名誉就扑面而来了 2008年成雷 以对中国奥运会的专题报道 获得了纽约电视节的世界同奖 14年获得澳中杰出校友奖 同一年他被澳大利亚政府选为全球教育品牌大使 成为澳大利亚对华西纳留学生的一面旗帜 就是他在中国澳大利亚都生活过 也还算挺成功的 然后又是媒体人 又有知名度 所以澳大利亚也利用他啊 这个西纳留学生啊 随后成磊又跳槽 跳槽到 叫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V CGTN啊 并主持了世界 第四届啊 世界互联网大会论坛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不就是前一段在浙江 是乌镇还是哪举行的吧 但是好像来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多 发达国家的几乎都缺席了 直至案发啊 成磊的身份都是中国国际电视台澳大利亚籍的主持人 他频繁的跳槽啊 有两个职位使他能接触一些中国的机密资料 一是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 可能有一些经济数据之类的啊 统计数据 二是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记者兼主持人 我前一段听说 好像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机构 似乎也也要 或者也已经吸收成磊了 我听说是这样 另外那个澳大利亚籍的去年还是前年 或者是三年前 不是还把那个杨老头也抓了吗 杨恒均 是吧 杨恒均本来也 我跟他也有点联系 后来我不跟他联系了 因为他老发那些代购的东西 我又不需要那些东西 什么他自称自己是民主小贩 什么那个奶粉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酒 洋酒 我又不太需要那些东西 后来我不跟他联系了 杨恒均也是安全部门的人 在国家安全系统的 后来在海南省政府吧 也工作过 好像商务部是哪也工作过 后来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了 他入澳大利亚国籍的时候肯定没说过 他在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过 但是后来听说 他跟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勾上了 然后所以这边把他抓了 然后把他老婆吧 他老婆是个大五毛吧 叫阮香 是个极左派 所以杨恒均对外标榜自己是民主派 但是他老婆又是个 是吧 大左 然后老跟这个极左嘛 跟这个司马南 孔庆东在一块 吃吃喝喝 他们还使用激将法 故意激一些右派 一些民主派的公知啊 那些知识分子 说一些过激的话 用吵架的方式激你 然后把有的人都送进公安局 都拘留了 所以这染香挺坏的 挺坏的啊 不清楚啊 反正这个女的也抓了啊 还有那个杨恒均啊 杨恒均原来搞了很多微信群 都叫羊群 系列群 可能都有上百个群 全国各地都有 我也入过他的群原来 他也是卖书啊 也挣了不少钱 然后那个也搞一些活动 还搞一些大陆人到台湾 观选 观察 观摩台湾的大选 他也做了一些事啊 但是他 他的背景也挺复杂的 说不上他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他老婆绝对不是个好人 澳大利亚 最近好像前一段不是说也要向中国追责吗 针对这次疫情要对中国追责 所以这个中澳政治关系现在也不好 前一段中国南方很多地方缺煤 湖南啊 浙江啊 啊 可能还有广东啊 缺煤 据说也是中方对澳方的贸易的报复手段 但是据说你这个跟老外做生意 你把钱都付给人家了 所以 人家没损失 那个船在海上飘着 那个损失是中方的 而且老百姓也是把受冻大冷天的啊 大冬天的 具体的我们不知道 这都是各种消息的汇总吧 有些是揣测猜测啊 也许有些就是真的啊 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谢谢